-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TV這個頻道,今集就要同大家講返個之前提過的商場鬼故事的下集, 這個其實都是我自己的親身經歷之一來的,其實都拖了好久未有空寫稿出來的,我印象中當年我畢業後就在那個商場那裏租過一個大約月租2000元的店鋪位,當時是打算用來做小生意做起步的, 我記得當時那個店鋪是整個商場裏唯一一個完全沒有陽光可以照得到的店鋪,再加上它原本是用來做時裝的,所以一進去就有一塊好大的落地鏡在那裏,當時其實自己都是一個比較迷信的人,要拜的四角和要燒的東西其實全部都有做完, 而之後由於那塊鏡日望夜望就覺得好不舒服,我買了磨砂的貼就整塊貼了它,貼完之後的確是好多了,其實一路都是相安無事地做事,直到去到有一天了,當時其中一個股東突然晚上打給我,他就說發夢的時候夢到夜,說見到公司的位置是見到雜物房那裏有個人是跌了出來的,當時我聽完之後, 不知為何,我整個人的無管是凍起的,再加上當時我已經是自己一個人住的,凌晨2-3點的感覺更加之恐怖,我印象中我當時是整晚都睡不著的,所以與其是睡不著,不如一早回公司工作吧,當時我是整個商場最早回去的那個人來的,我記得當時好像是8點多,早早8點多我回去了,但不知為何,我一去到門口時, 我整個人都覺得好奇怪,好像周圍都好逼,好冷的,但你記得當時是夏天來的,當我打開了門之後,就好理所當然地開燈開冷氣啦,就在我開完所有東西的同時,大按鈕就跳了啦。 其實當時我自己都沒有特別為意,我又再照平時開完所有東西啦,怎知我第二次開完的時候,他又即時再跳過啦,這個時候我自己就覺得有點奇怪啦,我當時就回想起昨晚我朋友打給我說那件事啦,我自己就心懶不會那麼邪怪啦。 然後第三次那時,我開了小按鈕之後就說那一句啦,有本時就等我坐下了之後,才再慣多一次跳一次鈕啦,我開完大按鈕之後,果然就沒有了跳鈕啦,但當我一下坐到沙發的時候,大按鈕即時是跳了啦,我當時是嚇到即時轉身鎖門走的,是怕到腳都軟埋真是沒有辦法那隻啦。 跟之前那次不同的就是我這個店鋪我沒得退租的,因為都沒錢再換過那個地方啦,其實當時都幾慌張啦,再加上當時我是有看過一下鋪位裏邊的,我前一日是最後一個走的,因為我有回去拿卡片嘛,我好記得我走的時候是有拍了那些椅子去書桌裏邊的,但我那一日回到去我是見到兩張椅子是對著我這樣坐的啦,就跟我朋友講那個夢一樣啦,就在我跟他兩個人對著坐的啦, 我這樣聊天之後,就有東西在飾物房掉了出來啦,那天我是完全不敢回去的,一直到我朋友回來啦,我才夠膽回去的啦,之後我們就找了商場的神婆問一下什麼事啦,問一下有沒有搞嘛,怎知我們一開門的時候,那個神婆就說,為什麼我們這時才找她呀,當時我即時就知道什麼事啦,聽回她說,原來那個鋪位是整個商場最陰的位置啦,是完全沒有陽光照到過去, 所以是整個商場最陰的,再加上當時隔離店鋪是好久都沒人開過,原來就是隔離店鋪的東西見我們開了之後,日日都有人回就走了過來八卦所謂的跟我們玩啦,而之後這位神婆都是幫我們捉了一袋東西走的,我印象中她當時只是收用率很便宜,大概是700元左右啦,就收回那些材料的錢,我記得當時的東西都是我去買的,她捉完之後, 整袋東西的重量是重了很多的,她那袋東西除了是燒那些東西之外,都是那些雞蛋和米,就不會重到去那邊的,不過她捉完之後,整袋東西是有重量的,她還叫我自己拿那袋東西去連封廟,那我當然是不理她啦,叫她幫忙拿過去啦,那這件事到這裏,其實差不多都可以結束的啦,不過再講多一點點啦,在這件事之後,那個店舖那裏做事,其實我每到初二又或者十六, 都會拜一下神燒黑下夜的,就拜一下土地這樣嘛,因為真是怕了啦,那我現在想起,其實每次宵夜的時候都有起火旋風的,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宵夜起火旋風,又真是說有些東西在搶我燒的東西的,那我記得另外還有一次,我燒東西的時候都發生了一件事,我是覺得幾詭異的,就那時旁邊幾個舖位其實都是補合社來的, 那我記得那天那個日子我都是照舊在那裏宵夜的,怎知就有兩個小朋友走過啦,那跟著其中一個小朋友就大大聲對著那個化寶盆那邊說說有鬼啦,那不斷講一路有鬼,一路在那跑步啦,就在她講完沒多久之後,我就見到她是即時撲街的,她撲街那一下,我感覺上好像是被人推了一下那樣,有少少不自然的,那當然啦,都有可能是我看錯的,那我小朋友起身之後, 都可能覺得有少少怪,之後一句聲都沒有再出過,就這樣走了,補集都沒有補啦,那上面就是我今次同大家分享的內容啦,那不知你們又怎樣看呢,你們又覺得恐不恐怖呢,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吧,那今集就看到這裏先啦,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拜拜!